上菜了 哇 你頭上 你知道你吃菜有很多鳥嗎 妹妹 小鳥 牠在咬牠的那個髮毡 牠每天在牠身上 牠喜歡到女孩的頭髮 你沒有頭髮 你才沒頭髮 對啊 你會不會講話 母琳娜 一會兒叫你留心 對 一會兒說你沒頭髮 你不是很愛我嗎 你今天怎麼為什麼一直攻擊我 對啊 好煩 過橋米線 有松茸 豆腐 他們講究都一片一片的 這麼大的碗嗎 熱浪滾滾 小心燙啊 So hot 我聞到湯的味道好濃 特別香 過橋米線是雲南的地標性美食 用老土雞 筒子骨 豬皮 龍骨等原材料 放在一個燒製的後臂大碗裡 長時間燉煮 燉煮出來的高湯上面 飄著一層油 在油的保護下 湯非常滾燙 以便準備去燙熟各種的配別 鮮美的高湯 再加上豐富的配菜 使得這碗過橋米線口感豐富 而且 雲南的米線表面有很多微孔 便於攜帶鮮湯的湯汁 有很好的複味性 過橋米線能帶來 對雲南美食傳統的深刻體驗 這個湯真的是熬了好久 這真的很香耶 話不多說我們先燙 下菜講究一個 先生後熟 先昏後素 就是沿著火腿的這排 逆時針一圈的 開始放了 先把火腿放進湯裡面 先放火腿 火腿 有很好的調鮮的作用 好 把鮮蛋給它打勻 打勻 然後呢 把這個生肉放到這個鮮蛋裡面 裹一圈蛋液 放進去 放進去 所以你不要著急 我真的是笨 你放進去就變成蛋花了 對 你看它馬上變蛋花湯 我們倆一起用這個果 那你借我一點點 對 我們倆一起用這個果 那邊 那邊 裹一層蛋液以後呢 對 就可以放到這個湯裡了 每一個都要放是不是 對 每一個生肉要裹 從左到右 我都第一次這麼吃 剩下的就弄進去了 OK啦 酥肉也放進去 鬆融 所以每一次上菜的時候 你都應該要這樣子 站在旁邊告訴客人吧 對 他們後來就是訓練那個鸚鵡 在旁邊說就好了 掛在這兒就說 先放那個 先把蛋打暈 蛋打暈 這碗過小米線真的很豐富 把這個米線放進去 然後這樣要多久才能吃呢 30秒到1分鐘就可以吃了 你們在吃之前 可以先喝一碗湯 用那個勺 先喝湯 小心 這個是我生命可能最好喝的湯 滿滿的 超好吃的 這個湯都不用加什麼東西了 什麼都不用加 這個湯非常非常非常的鮮美 而且它裡面放了一些胡椒 就讓它還挺脆的 還有點嗓子有點暖暖的感覺 如果我們疼的話 對 就是啊 你會發汗 全身發汗 我整個都暖了起來 挖頭衣服 後面整個一個脊椎都會通起來 欣姐覺得這一碗好爽 養生大湯 養生啊這個 這松茸在這樣的湯裡 松茸 好嫩啊 我吃到裡面的魚肉了 好嫩啊 好嫩啊 而且沒有汁 這個魚肉好鮮 這個酥肉也香得要命 這個肉 因為它切得薄薄的嘛 所以特別嫩 米線要入口了 要吃一口 那麼有鮮 好甜 好甜 那麼有了 那就是 那麼有了 妳從來吃到咱們 好甜 然後很好 有資料 吃到咱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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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吃到咱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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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滑的 全身發汗 對 真的是全身發汗 我沒有騙你 我現在衣服都是濕的 這個吃完之後 可以排毒養油 對 吃得那麼香 我覺得這個地方簡直是 對這家有沒有疑點 東西太好吃了沒有疑點 會覺得蠻合理的 你們倆覺得 我別講話 我想吃 我想忙著吃 這真的好吃 這是我吃過最好吃的廣角米線 我也吃過好多家 而且最棒的是到現在 它還是熱呼 即便我都快吃完了 下次你的SHE的那些姐妹們 SHE的那些姐妹們 她每天在說什麼 你好好吃飯吧 你緩緩 公主你每天好快樂 由內而外發出快樂的那種人 是不是阿王子 對 怎麼又 我成王子了 坐在我們對面的是公主的王子本人 那個 羊羊 羊羊 公主 羊羊現在坐在我們對面的是 OK 因為我一直看公老師 碗裡有好多那個酥肉 她都沒吃 你是吧 給你 沒關係 你可以吃 因為你是王子她是公主 真的我今天把她當王子了 我真的覺得她太可愛了 好 夠了 再來一點 好 看大家吃這麼開心 我們來一個真心化大冒險的環節 這個是我們收集的 微博上的朋友 最想讓大家回答的問題 如果不想回答這個問題 那其他人就要想一個大冒險 讓她去做 好啊 來啊 我要看什麼問題 分享陳鋒裡面其他姐妹最種的一件事情 就她啊 我怎麼了 我怎麼了 你最種了 你每天早上想要給大家做早餐 然後呢其實 盈姐根本不想吃你做的早飯 只要不吃早餐的 她就報復人家 對 但是因為你一直說 大家快點來 快起床了 早飯都給你做好了 快起來吧 早飯都給你們做好了 然後她就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不得不吃 可是其實她沒有吃早飯的習慣 所以盈姐就硬吃了好幾個月 對 這件事情可以求她一輩子 這個事兒真的蠻好受的 好了 我來抽一個 你最害怕上什麼樣的熱搜 可以就可以 這個好 你有上熱搜真煩人 最害怕上什麼樣的熱搜 今天為一選女的買單 其實我確實挺害怕那種 說不清楚的熱搜 我懂 我懂 就是比如說我們大家錄節目 其實一人之間都開開心心挺好的 結果被解讀成 你看她給誰屎盼子 你才故意陰陽誰 因為有一些就是 我們不太可能知道的一些暗語 或者什麼 對 就在錄的時候 你可能不小心就觸發了 觸發的時候 可能觀看的人就會覺得說 她一定是知道什麼 她今天上網的一個人 她是故意在說這些事情 但其實我們真的不知道 我跟你講還有那種事情 比如說 最近跟你們錄這個節目的時候 你某一個你身上的雷點的事件 還沒發生 對 但播出的那天 這個事情已經發生了 但是我們錄製的時候 我說的 還沒有 話可能跟那個事兒比較巧合 他們說 你看她真會影射別人 你都別說現在錄了 現在幾年前錄的都會 她早就知道 對 這種很麻煩 然後我一般遇到這種情況 我就會給當事人私下先說一嘴 先讓當事人覺得我沒有這個意思 因為怎麼會解讀成這樣子 具體未來怎麼發展 就我也沒辦法去處理 因為我不可能突然站出來又說 我其實沒這樣 對 導致這個事情又會變得更麻煩一點 這種熱搜不太喜歡 剛剛我們分享了好多餐桌禮 那我來考考你 吃華萊士蜜汁手扒雞 需要注意什麼 需要注意什麼 是不是要帶上家人朋友 一起來分享嗎 對呀 大家聚在一起分享華萊士拳擊 喜歡幹飯的能拌飯吃 喜歡大口炫的能啃著吃 還能優雅地夾著麵包片吃 吃法多多 說得我都又餓了 我們再來炫之間 嗯